陆传撞击事件今天内政委员会进行讨论 而张伟高金宿美日前为了专案报告的名称和管碧玲杠上 原来管碧玲呢寄给她的简讯内容提到 很多原住民都在海巡 让高金宿美直言说感觉是被羞辱 难道管碧玲想要透过这样子来交换条件吗 来看今天的国会大现场交给陈欣怡 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国会现场 我是陈欣怡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因为今天呢 所有的这个委员会都召开了 那尤其是内政呢备受关注 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海委会这个主委管碧玲 他因为这个议会的这个名字啊 他其实呢做了很多次的这个算式 他就是不符 他希望说呢是改成另外一种的这个名称 不想用这个撞船来定 不过呢其实今天已经定下来 那么今天呢找到了这个委员 叶元之一来跟我们聊一下 委员早安 早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就在这个委员会要开始之前呢 这个招伟啊高君宿命 他是收到了一封简讯 其实呢这个是这个管碧玲来跟他道歉 但是道歉的简讯里面似乎还提到说呢 委员也知道说 这个部分的原住民呢 其实在海委会有很多这样的都是他们的工作 有点像是在利益条件交换 另外又提到这个原住民 其实让高精非常的不开心 那我想问一下说委员会怎么看说这样子 他的道歉然后后来又叫好像是附加条件的 交换条件的感觉了 怎么看说这是管碧玲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刚刚其实我们党团也叫大家去程序发言 最主要就是说管碧玲 他这个动作其实是非常不尊重的国会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立法院招委排的题目 你官员就来报告就好了嘛 那如果你对这个题目有意见 通常过去的惯例不是没有改过 但是不会说不沟通 直接把脸书呛你的 以前做法多半就是说 先找招委办公室 先做私下沟通 那如果招委很硬 那官员又觉得有困扰 那通常就是比如说找到党团的总招 继续沟通 一定会在就是把这个事情台面上之前 先把大家私下沟通解决 但管碧玲这次是非常恶意 他是拿到这个报告题目 直接po脸书 在完全没有跟高津沟通的状况下 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故意的 为什么 因为高津他他那个名称叫做撞传案 那个撞传案是很中性 他也没有说谁撞谁嘛 撞传案这个是海巡署 自己记者会用的词 那高津在排案的时候 也没有刻意要弄你 他就是很单纯的把 你们也用过的词 当作专案报告的名称 结果你居然大作文章借题发挥 那这个不就是恶意挑衅吗 那所以为什么今天很多国民党的委员会到现场去 就是做程序发言 这是要维护我们立法院尊严 如果说每一个官员 他都可以对于这种名称 他看了不高兴 或者他觉得要借题发挥 就可以用发脸书的方式去对象的话 那国会的尊严何在 所以今天 我刚刚也有去那段委员会 我发现连民进党的委员 都没有针对管碧琳这个做法在护航 他们只是在讲说那个重船如何如何如何 但他没有去护航管碧琳发言出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管碧琳这个就是错了 那至于说你刚刚讲的简讯那东西 我是觉得很离谱啦 就是他居然传给高晶的 我觉得我看起来如果我是高晶 我会觉得我被威胁 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也有很多选民原住民在海巡 那我是操控他们的圣杀大权 我要他升官要他离职 是我管碧琳说了算 如果你再继续弄我执迷不悟的话 我会要你好看 我会让你的选民都去找你麻烦 我觉得我看起来会有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非常恶劣 是那除了就是像刚刚有讲到那个名称报告的部分 他道歉之后然后又用这样子 刚才您说像是这样子交换条件啊 像是威胁的这个语带的语气 那另外是说其实在他昨天有讲说 我们这个报告的这个名称 其实是沿用他们这一海巡会当初呢 就是这个开直播的这个方式的这个名称 但是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 他们有发出一个这个算是他们的新闻稿 那但是又把这个立场全部都说是 这个下面的直播人员的物质啊 或是什么相关的 那感觉说好像这个除了是那第一线扛折的 不是我们的政府来帮我们扛折 反而是这些就是基层的人员 那还说是要保护这个海巡 看起来似乎背道而驰 我觉得他就是不是说真的是关心基层人员 或者是站在基层人员的角度 替他们设想 他是把基层人员当工具 就像我们刚刚讲嘛 把基层的海巡人员当工具 特别是原住民的朋友 去威胁高精 他是工具喔 然后另外就是出事了 对不对 当我的垫背 这也是工具的一种嘛 那目的就是要保管碧林的管位 那坦白说撞船这个东西 管碧林之前自己也讲过啊 因为金门地检署那时候披露出 就是海巡跟渔船有碰撞的时候 当时大家在指责管碧林 你是不是隐匿 管碧林怎么说 管碧林说我没有隐匿啊 我第一时间po文就有提到第三人责任险啊 那就隐含的有碰撞 所以这个这句话是管碧林自己讲的呢 那现在你又说没有碰撞 那哪一个才是真的管碧林 而且管碧林讲话反反复复 不是这件而已喔 包括他之前自己讲说会朝 会这个案子会朝过失致死去侦办 后来又说没有 然后还 后来又说没有 那你自己讲话反反复复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 我是觉得他的策略改变 就是说之前他可能 想要比较认真的处理这个事情 后来发现舆论不对 风向不对 他开始缩了 然后他开始要操作政治化 所以这一切就是他想把冲突升高 去掩盖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无能 所以其实管碧林 我坦白说 这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 我是觉得说管碧林留着没关系 反正开走内阁差不多 但我今天觉得他留着很恐怖啊 他是以前是仇庸嘛 但他的仇庸已经造成国安的问题了 这时候即便是开走内阁 我都觉得行政院长应该要考虑他的去留了 好 谢谢 好 我们可以听到 其实在管碧林的处理态度 你可以看到他一直反反复复的 而且其实在他道歉完之后 然后传的这封简讯 那当然外界的观感非常的差 他可能也没有料想到说 其实高金会把这一个简讯来公布出来 那当然我们在看到说 其实现在有传闻说 就是要针对这个一起来操作 而可能管碧林就只是个棋子 就是说他还是持续的用这个 像是对立的方式的方向 来去针对这个陆船撞击事件来做回应 所以说到底有没有心意要来解决 其实真相大可早就公布了 只不过到现在 大家双方还是在拖 拖到现在没有结果 那也让两方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恶化 再赶快把时间镜头交换给侯林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支持明镜与点点株木